请示上师 现代人若遇到利益冲突 意外事故纠纷等 动不动就要走法律途径 以诉讼的方式来做自我强烈诉求 来面对问题或想要求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或利益请示尊贵上师 学佛凶行者是不是与人有官司诉讼 就是在结厄园 或者是自己无端卷入了官司 应该怎么样处理才是圆满的 这个问题很多 就是有道场以来 道场都有很多的善性 这一类事情就没有间断 此起彼落 就是看着佛教徒 微微的阿弥陀佛你好吗 对不起是我的错 有的时候看你们佛教我就要找你麻烦 我印象不主张这样 佛教可以忍辱 忍辱是大力 对不对 但是如果 你像这种事情 我们就是很乐意来沟通清楚 但是不是微微诺诺 不是让你乱骂 不是让你随便批评佛法 佛教或者是道场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国家定定了法律 就跟佛门有戒律 一样的道理 持戒的人他不违反 你所处国家的法律 如果你违反你国家的法律 你就跟你的戒律抵触 佛头有教界 佛弟子不要违反国法 对不对 所以法律是维护社会 国家人民 他的安定 幸福的一个力量 所以大家就要遵守法律 用法律公平性来和平相处 用法律来保障自身 还有家庭 还有群体的权益 还有安全 你不是用枪吧 是不是 不是用刀吧 不是用很会吵架 很多人很会呛兄弟 呛黑道 不是用这个吧 你真的是 黑道的老大 他真的可以的 你看 同修 他去忍到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一直问问问问问 大理论 到了一个法师那里 法师一问 这个黑道老大刚好是学佛的 他说 法师你的弟子 有跟我的朋友出事情 我是来跟你了解一下 就讲一讲 这黑道老大的师父 跟那个法师 师兄弟 这个黑道老大怎么样 荡场山顶礼 跪下来 就在水泥地上 是不是 我跟你讲 道义有道 何况呢 我们是善良的老百姓 真的有力量的人 是保护弱小 保护弱势 彰显正义的 真的有力量的要忍辱 谁的力量大过佛祖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忍辱 好大力 由于他的忍辱的视线 所展现出来那种凡夫所能理解 无穷的威力 所以他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我话讲回我们这个东西以后遇到这个什么事情 不要惊慌 你想我是一个佛弟子 我不要就是无理取闹 我跟人家仗势欺人 讲话去对人家冒犯 讲话不讲情理 好像大声就会赢 不要做这样的人 好好的讲 对方有点不讲理 对方有点不讲理 我们先包含 先生听我可不可以听我说明一下 事情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行 一般而言 你不是要心颂 他说我要告你 我要走法律 他真的告了 没办法 你要 他告你 你要用法律来跟他的公平性 来跟他圆满这件事情 因为告到最后 他法官会裁决 有人说法官裁决 他不一定就是完全公平 有人说 我们国家的法院都是谁在养的 对不对 讲这些话 佛教徒还有一个 你用法律来捍卫彼此的公平 捍卫自己的权益 或家庭团体的权益之外 你不要心颂刻意去告别人 用法律来为难别人 我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罪证 被你抓到了 你法律绝对会赢 所以你就一直要告 一直要告来威胁他 不要做这种事 你要厚道一点 但是不是说人家告你 你法律什么都不懂 我学佛的 我只会阿弥陀佛 法律我都不懂 你也不用这样子 法律什么都不懂 你过马路都要走斑马线 你怎么都知道的 这也是交通规则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家就是一定要用法律来跟你解决 好 那我们就用法律来 把这个是非对错给理清 理清人一判 确实是我们赢了 对方要赔 你可以再告对方诬告 不要了 你是佛教徒 不要葬事欺人 现在这个事是你赢了 你有优势 对不对 不要告他 有的时候用法律来 是贺阻恶心的人 有歹念的人 是不是 讲个道理给他听 佛教徒不是要去欺负人 心诵也会损我们的福德 是不是 也不要教唆别人心诵 告他 告他你稳赢的 告下去还可以求场 告到他们去倾家荡产 你干嘛做这种人 这个是连续句里面 那个反派的台词 都被你用了 你不要做这种人 该用法律 用法律捍卫彼此的公平权益 大家没事 甚至就算你告赢 你事后还是说 之前我们因为误会 游走法院 告了一下 现在事情过了 那现在可不可以谈一谈 大家做个朋友了 还要把这个交情 来给他修复 是不是 有的时候遇到法律就是 自己有这样的灾祸节 官司 有这样的业力献钱 有这样的磨绕障碍 自己要常常在佛前忏悔 佛前忏悔 发善愿 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样在大家最平安 本来要告 不告了 那是这样子 本来有误会 不要误会 既然大家都不告了 对不对 请来喝一喝茶 我们聊一聊 大家要做邻居 有一些人 他家庭背景有什么隐情 你怎么晓得 稍微讲话一个 你觉得很合理 他就觉得你已经 让我自尊心受损了 是不是 这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什么样事都可能发生 宣布修行 在佛法的机制下 站在法的原则下 法事是公平性的 是人人有平等性的 你就要心安理得 没有什么解不开的 是还有一种 吵架的时候 吵架 我们同修在家里 都有跟家人吵架的经验 最好不要吵架 何为贵 一个人特别有修啊 就不容易吵得起来 就两根境界差不多 就会吵起来 对不对 夫妻吵架的时候 你看很多社会上的 这个案例 这个做太太的 就是半夜很晚回家 先生啊已经忍无可忍 觉得这个绿云 注定这样 在怀疑啊 就是很火大了这样 然后再回来 又喝了一点酒这样 太太又年轻爱打扮 一进门先生 今天一定要有一个 清楚的交代 最近为什么 行机这么可疑 哪有 我下班压力这么大 找朋友喝喝酒聊聊天 不行啊 这样啊 难道跟你这个 老土在窝在家里啊 没有出息一辈子啊 这先生听了 把刀子拿起来 你再说一遍 对啊 这太太偏偏说 你杀呀 你杀呀 他本来还不杀的 被他喊就给他杀下去了 世界上就有这种人 他拿起来说没有啦 开玩笑的啦 好 我们谈一谈吧 你是要杀呀 你以为你的脖子是铁做的啊 结果很多就这样送到太平间去的啊 是不是 就是那个先生从来连鸡都没杀过的 就被他鼓舞一下杀了 离开 所以你就要看得懂 这种人就不要去刺激他 尤其他最近又是有一点躁愈症 两三天都睡不好 你不要去刺激他 看他脸色 这就是另一种神通 看到他脸色 今天我赶快去洗衣服吧 就等于是修了西斋法 等一下还把地都拖了 满满糊糊 就过关了 那都不会看的 是不是 还三天两通 还来问上师那神通要怎么修啊 怎么要修才有他心通 我一看你这个人 都不好意思讲 很难 你可能要修八辈子了 所以同修现在的社会 就是很多的压力都很大 很多人无处去排解 你看我们学佛修行有信仰 心安定有医治 每个礼拜一次以上的共修 做善事放生 那都是大充电 把负面能量大释放 有的人在学佛修行 他本来进来的时候 他心里有很多忧愁烦恼的事情 他一共修来 哦 法喜充满了 台湾话叫松不退 他就很高兴这样子 那就得到大加持了 我们可以这样子仰仗 善师三宝的加持 平安幸福喜乐的过一生 有一个非常殊胜的来世 那有些人没有 他没有办法充电 他负面能量没办法释放 没有人跟他交谈 要跟其他同修交流 大家很快乐 要珍惜这样清净的原地 所以这个同修我讲这么多 你应该听到 如果真的避不了诉讼 那我们就依照法律 来公平的 来保障大家的权益 自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或者家庭或者是群体 这法律有贺阻的力量最好 维护安定的力量最好 你得势了 不要去欺负人 不要心颂告人 劝人家心颂告人 缺很多的德 你自己会背很多业障的 如果人家要告 你说这个不用告 这个送一个礼物 就平息了 不要告 真的送礼物就平息 哇 你记个大功 你这人功德又增长了 所以同修人生在世 处处都是修行的原境